台上賣力表演 台下觀眾熱情捧場 土城霍繞里希望之河葡萄季活動熱鬧展開 今年由於天氣好 雨水少 葡萄產量高達300斤 背後的大工程就是霍繞里長许春藤 时常为了修剪之夜 爬上爬下 一点都不嫌辛苦 我们每年都我们土城七公所 都在我们的希望之河这里办 我们在这里我们有 就是注取各样的葡萄醋 我们每年我们都在这段时间 大概都六月下旬的办理 土城巨公所和霍繞里 已经连续多年举办葡萄季活动 采收下来的葡萄都会酿成 边缘的葡萄醋和葡萄露 民众一口喝下 欠良的口感鼠意全消 除此之外 环保局也在现场举办 回收废弃电脑换礼券活动 让参与民众有吃够了 我们每一年我们土城获扰里 希望之后每一年会办葡萄剂 那也就是春天办櫻花剂 我们到夏天我们会办葡萄剂 那葡萄剂是它利用可食地景 然后来生产种了葡萄 所以每一年我们会帮里长 在这边办葡萄剂 我们里长动用很多志工 大家在那边同路 来推动可食地景的一个工作 热闹的葡萄剂活动 各级民意代表也共襄盛举 结实累累的葡萄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透过葡萄绿莓化 结合可食地景 希望未来有更多民众加入 让社区环境越来越美好 中间新闻吴亮贤土城报导